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由我 Jadon 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在上个星期在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也就是我们邻国 泰国已经发布了一个全新第四代的 Toyota Vios 所以在这个车头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小型的 Torota LT 这样的感觉呢 在外观部分它基本上都是和前一代很大的改变 就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大改造 包括在变速箱还有这个底盘都有进行大改变的 所以之前的 Vios 都是采用这个 XV 的代号 所以这次已经是 DNG LB 也就是和这个 Brudua Elsa 基本上是同一个级别的车 车尾就有点 Toyota Camry 的感觉 而且整车的线条是非常的修长 采用 Fastback 式的 而且周距也是增加了一个 70mm 但是车长就是短了一个 40mm 但是相信后部空间肯定会有一个大大的改进 在内饰方面也是看到非常的高级的设计 因为它是采用这种三层式的 Dashboard 而且在外国版本它是有这个 9 红色 Bergandi Red 的配色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 Premium 咯 但是在里面的一些配件 你是可以看到很多 Brudua 还有 DASU 的一些 Share 的配件 因为这一代的 Vios 它是采用 DNGA B 的平台而打造 而且它代号已经更换了 D 而不是传统的 XP 代号 所以在很多配件像是这个仪表板 方向盘 中央扶手还有这个排档杆 都是可以在这个 Activa 看到非常相似的东西 这样在这个娱乐系统方面 它也是采用这个 9 吋的触屏主机 采用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 但是就没有 Wireless Charging 啦 在安全配备方面 之前其一代在我国贩售着的 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有 360 也有 Biceport Monitoring 也有传统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在这个肯定新款 它也是增加到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3.0 也是包括这个 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的 但是这个 ACC 肯定就是和这个 Brudua Elza 非常接近 而不是完美的这个 ACC 系统 这样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上方的小白点 Ivan 在上个星期对这辆车 已经做出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 第二则新闻也是印尼刚刚宣布注册了 这个 Yaris Cross 也就是会在马来西亚这个 Brudua D66 B Segment SUV 的原型车 所以这款车它是和这个外国版本 Europe 版本 或者是日本版本的这个 Yaris Cross 是有一定的分别的 因为我们不是采用那款车的造型 而你从照片看出来 它是更加接近这个 X50 的这个尺寸 所以它是比 Acquia 还要大了一号 而且它是采用一个 DNGA-B 的平台来到 2600mm 也就是和我前一个新闻的 Toyota Vios 基本上是同一个级别的东西 这款车在印尼市场 它是采用一个 1.5 自然进气的引擎 匹配 DCVT 的变速箱 所以在马力还有扭力方面 它都和我国的 Brudua Elsa 都是非常接近 而相信来到我国市场 可能会有这个混合动力 就轻度混合动力的系统 或者是这个 1.2 的涡轮引擎吗 这个就要等官方公布了 在内装方面 你可以看到它和这个 Toyota Vios 的设计 其实是蛮接近的 但是很多配件肯定也是和这个 Activa 非常接近 毕竟都是 SUV 车款 只是它是比它大了一号 第三个新闻也是关于 Dahasu DNGA AIR 的这个平台而打造的车 也就是Dahasu Ailer 这款车 即将会在明年发布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预览图 也就是这个 render 的照片先 所以这款车它是采用 DNGA AIR 的这个平台而打造 也就是和 Brudua Activa 是同一个平台 相信在轴距还有车厂上面也是会有所增加的 所以整体的整个结构方面也会更加的坚固 所以在引擎部分的话 它也是放弃了这个 EKR VE 的这个引擎 原本是只可以提供一个 67ps 还有 87 Nm 的这个动力 现在已经改换成这个 1.2 自然进气的三缸引擎 所以它在这个动力方面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已经到达一个 88 hp 还有这个 107 Nm 的 所以在加速方面肯定是非常出色 在这个那么小的 Brudua ASEA 车身上面肯定会好玩很多了 在内装部分上面我们暂时还没有拿到任何的预览图 所以肯定就是有更加多的家族化设计在这个 Brudua ASEA 上面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参考一下最近新开发的这个 Brudua 车款的一些内饰 所以这款车的价格肯定在那么多的配备增加过后肯定有所增加 但是安全配备方面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因为 Brudua 一向以来在安全配备方面都是非常的有诚意 在这一代已经采用这个 ASEA 2.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定这个最新款也会采用这个 PSDA 的安全系统 除了有这个 2023 年版本的这个 ASEA 的预览图之外 在印尼最近的这个车展啊 也是刚刚公布了这个电动版本的 DASU Isle 所以这款车它是搭载一个 30 kW 的电池组 所以能够提供一个 80 hp 还有到达一个 120 Nm 的动力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有一点 Mini Cooper 这样的感觉 因为它是采用一种黄色而代表 Electric 的一种元素 在内装部分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白色元素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 Atas 还有它是采用更加多的一些黄色的点缀 所以这个 Lime Green 的黄色点缀 大家都想起这个 Mini Cooper EV 版本 所以到这台车就政府之前说的 Brudois 会开发这个低成本的 EV 版本 所以这款车会不会是未来 Brudois 所说的 之前政府要合作 跟 Brudois 研发的这个低成本的电动车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第四则新闻也就是 Mercedes-Benz 的 W206 C-Class 即将会在马来西亚 CKD 不出意外的话即将在这个年尾会有 CKD 的版本 在这个配置方面会大同小异 在这个 C200 还有 C300 的配置 基本上引擎配置都会是差不多一样 也就是这个 1.5 的温轮引擎还有这个 2.0 的温轮引擎 两者都是匹配这个轻度混合的 48 伏的这个Mal Hybrid 系统 变速箱方面也是采用这个 9G Tronic 的变速箱 但是在配置方面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啊大家记住就是 CKD 版本 不要以为它价格会下降 但是价格都会维持下 280,000 和这个 330,000 的价格 因为之前在公布这个 C-Class 的时候啊 是有这个 SSD Assumption 的 但是来到现在有 SSD 扣后 原本的这个 CBU C-Class 已经来到 300,000 和 348,000 所以在这个 CKD 过后会在 280 和 330,000 左右 虽然价格是维持不变 但是配置上肯定会有所提升的 像是 Burmester 啊 Head-Up Display 啊 Maldi Beam 的这个头等组 还有座椅加热和通风的 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个 CBU 版本是有一点阉割版的啦 这样在最后一则新闻 也就是小小小改款的这个 Mazda CX-3 我懂各位观众就觉得这款这不是已经出了很多年吗 所以它是推出了一个特别的这个低配车型 也就是采用这个 1.5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马力输出只有 114 HP 还有 170 Nm 这样比起这个 2.0 的自然进气是低了很多 而且在配置方面也是有一点 cut spec 了啦 毕竟价钱都会下降 像是 18 寸轮圈都会改成这个 16 寸轮圈 这样主动式安全配备是交了一个白卷 AEB 全部是没有的 只有基本的 6 个 airbag 还有这个倒车摄像头 VSE 这些基本的安全配备而已 但是在鱼热系统方面也是有这个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的主机方面的尺寸是没有改变的 这样但是在这个内装的这个铺层方面它也是改换很多的 Fabric 而没有原本的这个 Burgundy Red 的这个红色的这个皮革座椅啦 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有一种低配的感觉 但是价钱方面它会低于 110 千 这样这款车它会最适合哪一种群体呢 就是想要精致但是又要一台小型的 Mazda 车 而且它价格的话就跟这个 Mazda 2 HB 或者是 Sedan 非常的接近 这样不如哪一个 SUV 版本不是更加像吗 在我结束之前我带给大家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 不是汽车新闻而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部长说出的一些话 也就是我们这个环境部长还有这个发展部部长说出了 明年 2023 年将会改换所有官车成为电动车 所以这个会不会政府推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趋势呢 所以他们采用这个电动车啊 这个是这个环境部长说出来的话 这样他对这个电动车肯定是对这个环境非常的有贡献嘛 所以他就很有贡献啦 right 所以电动车成为政府的官车的话 肯定会对市民有种好处的 也就是现在的一些电动车车主 或者是要考虑电动车的朋友来讲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呢 因为他们为了推动这个电动车 他们自己在用肯定充电桩的这个数量肯定有所增加的 所以在未来马来西亚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充电桩 这样对电动车用户来讲肯定是一件好事 所以大家对这个电动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或者是大家对这个政府改换电动车的这个看法 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啦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讨论一下政府会考虑哪一个品牌成为他们的官车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一些内容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小红书IG还有TikTok 关注一些我们有趣的汽车分享 所以我是Je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